今天来教一下安卓模拟器如何安装XP关架 如何激活XP关架 顺便就再教你一下 如果你安装到模拟器里头的软件 如果它会识别到模拟器 然后不让你用的话 你就直接把XP关架的这个应用变量这个程序给它加载一下 很简单的设置一下 然后就能解决了 我是李卓阳 因为我用的这个是特殊定制版的 这个雷电模拟器啦 它内置有一个未激活的XP关架 所以说你这个就需要先给它解压一下 不解压完全用不了啊 然后就解压到 你这位置的话可以随便你放哪都可以 然后直接打开这个文件夹 然后这个就是主程序了 但是有个小技巧 你可以右击发送到桌面快捷换室 这样以后就方便你以后操作吧 然后第一次调试第一次使用的话 你需要先把这个模拟器打开 然后还需要把这个XP关架打开 然后你是不是发现这里是未激活了 然后你这里就要注意一下你的设备是什么 我是安卓7.1.2啦 那是X86X64的这个 你也找到配套你这个设备的这个 要不然的话是完全搞不了的 然后这时候你需要注意 你这个模拟器千万不要关 它只要成功进入了那模拟器的桌面就行了 你千万不要关闭这个模拟器啊 如果关闭了就没效果了 所以我们可以小化一下 那进去这个XP关架这个要做包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X64了 那你就进去 那就这里面这两个文件 给它放到这个模拟器的这个根目录 直接拖过来就行了 然后这时候 我们需要以管理员员成分去运行这个BAT文件 如果你直接打开的话 它是没办法会失败的 就以管理员员成分运行 耶 那如果失败的我们就重新启动一下 因为可能跟我刚刚演示了几遍是有关系 那我们再回到模拟器的根目录啦 那还是管理员成分运行 那这里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模拟器 我是给它成功打开模拟器桌面 然后模拟器没关掉的 然后这个也在这边跑代码的 然后就会显示这个 请按任意键继续就说明 你的代码成功跑完了 也得跑成功了 那这时候 我们去重启一下模拟器 我们先把这个代码这个先关掉 然后去重启模拟器 然后重启一下模拟器呢 它就生效了 不行去看一下插屁环境 看到没有 这就是已激活的 但是这边会显示无法载入可用的自IP文件 那这个是不用管它的 因为你不是在这个模拟器里面 这个安卓系统里面去调试 你是在电脑系统里面去调试的 所以说它当然它没有这个自IP文件嘛 然后这时候 因为你这个插屁环境不是装好了吗 也激活了 然后这时候 我们直接把这个应用变量 这个APK 直接拖到这个安卓桌面里头 可以真的安装了 看到没 然后就安装好了 然后你千万不要点击这个应用变量 你一定要先进到这个插屁环境 然后左上角三个桿 模块 然后 把这个应用变量的勾啊 给它勾下 然后又要重启一下这个模拟器 不重启它不会成效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去点击应用变量 而且这个应用变量的话 不是你随便下台款都能用的啊 最新版本的 它是有巨多bug 根本用不了的 然后 那版本的话 也是好多都是讲 没办法激活应用变量 那所以我 直接用我这版本吧 那我随便 好像是也是啊 随便点一个 然后 你看 就按加号 按全部随机 突然行到就多随机几次 然后最后 你感觉行了 直接按保存配置 看到没有 就可以了 直接把应用变量给插插掉 这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去打开软件的话 它就是不会提示 你模拟器头打开的 直接提示 你是 这个不提示 直接是手机模式打开那个脑件 不行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我就不试了 这些文件的下载链接 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说明栏 如果放不了的话 那你们就私信找我 我免费提供